近日 四川的说唱组合《天府事变》用系列的歌词向美国喊话 传递出广大中国民众的新声 说唱打开德宝的大门在海外平台发布后 吸引超过500万网友围观点赞 并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在推特上转发和评论 伴随该歌曲的走红 这个组合也为更多人熟知 据了解《天府事变》成立于2015年 三位主要成员均为90后 实际上此次爆红并不是《天府事变》第一次用说唱向世界表态 多年来他们发布了不少观点鲜明的歌曲 针对美国种族歧视 西方媒体扭曲中国形象等事件不断发生 队长王子欣表示 他们只是做了自己觉得正确的事 代表众多当代爱国年轻人表达了观点和态度 越来越多爱国热潮或者就是说爱国心的那种年轻人 去跟外国人互动 这个局面造成的就是说这首歌的一个传播度 我是觉得帮中国发生这种事情做起来的话 我觉得它会更酷一点 我觉得它的站位可能也会高一点 国外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虽然说现在也没改善好 但是总得有人去做一些什么 大家只要能够知道就是说面对这种国际局势 回忆起说唱打开德宝的大门的创作过程 组合成员罗锦辉告诉记者 由于对德特里克堡事件关注已久 歌曲的创作过程很顺利 周期也不长 他们就想理性客观地用音乐表达自己的看法 如今天府事变在海内外的粉丝量已超过200万 不少娱乐公司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 但三位年轻人却始终不打算进入娱乐圈 希望能继续做最自由真实的音乐 也有蛮多的经纪公司就是说想要签一下我们 跟我们合作 但是呢我们其实是一直表达的一个拒绝的一个状态 我们自己也有其他的事业 就是我们不靠音乐也可以养活自己 也不需要通过音乐去赚什么钱 音乐确实也是我们自己最大的一个爱好 太商业化的话我觉得也不是太好